再看立法醫長 標決通過 要求衛生好立步 應該要進行憲報的改革 明年月月三十進前 要讓憲報平均一點 可以換空點給五個 不過民間團體是很煩惱 說這種的決意 因為有做才有錢 會做先沒有必要的開桌 還有沒有必要的檢查 會增加 親受意外觀察的提款 憲報點十二地 經過幾個月的協商 您歡迎調亞東團 集到中産達成共識 在無修法戰隊之下 通過主國議 在每年六月三十進前 要達成平均點十一點 九到五個目標 不過民間團體反而 主國議利用 沒有任何關在措施 強調它造成憲報在無法 本來所有違規的事件 如果是涉及到違反刑法的部分 會移送到檢調單位來做調查的 但是也是把它取消掉的 現在是十萬元以下的一個 違法的一個行為 是不移送給檢調單位 這是非常非常離譜的事情 另外民間團體約這期 現在倫量結束的支付制度一下 依然有做到有錢 保重點檢調後 依然強調會繼續行業 開於無必要的島 做無必要檢查 也沒有誘因到偏向地區去自己 更沒辦法鼓勵 儀式用時間對白人作為高 將白人照顧好 檢查無必要的檢減 如果你有保障點子 又沒有管理這一些充量 或者是醫療過度使用情況底下 你可能會去惡化跟加速 醫療配置資源配置的 不公平跟不正義 針對於這個醫院的盈餘 應該要用在提升我們醫護的薪資 這下總法不得